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到第三讲 我特别要与各位好朋友弟兄姐妹 来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 我所要讲的题目是道成肉身 好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修路他 想要暗暗地把他修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说大卫的子生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 成就是要应验主戒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 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做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 我们眼睛为之一亮 原来犹太人跟我们华人好像的 他们也等待天人合一 你说哪里有天人合一呢 以玛内利翻出来 如果我用我们华人的文化 华人的哲学思想 来翻上帝与我们同在了 他是已经完成事 是正在经历的一件事 不就是我们华人几千年来 我们的老祖宗 一只因应期待的天人合一吗 这是我们华人历史以生命的终极盼望 我们好期待有这么一天天人合一 期待有这么一天以玛内利 但是在我们华人历史 但是在我们华人历史五千多年当中 我们只看到战争平凡 看到人祸不断 我们看到多少个世代 就这样子从新到衰 看到人心里面的软弱 看到人心当中的阴暗 五千年来这种大哉天问 却没有一天是真正的天人合一 但如今在圣经马太福音里面 居然记载到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在王国的以色列百姓当中 被掳的这些以色列同胞当中 有一个小女孩玛利亚 在上帝圣灵的感应当中 居然也开启了我们华人几千年的盼望 我们期待的天人合一 期待一个罪恶世界的拯救与盼望 实现了 耶稣基督的降生 带来了不单单以色列人 弥赛亚期待的来临 也是我们华人天人合一的一个 一个终极的得着 更是普世人类救恩的领受 多么重要的一刻 马太在他对耶稣生平里的整理当中 我们看到童真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 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 在我们华人文化当中 及宗教背景的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 肉身成道的宗教 一个人希望超凡路胜 功克己身 他修行打坐 他想肉身成道 但人就是人 圣经写得很清楚 日光之下无心事 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人怎么会达到 那所谓道的一个本体呢 所有人的努力 最后都在罪的一个终极的 不可去翻转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注定在罪中的一个灭亡 可是耶稣基督是反过来的道成肉身 他是神的儿子 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 他为了他所创造人的犯罪 因着他的爱 愿意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 最后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不是人类历史写得出来的 不是人类文明可以发展的 这里看到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保守 上帝的救恩 就临到了我们 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 会呼喊到以马内力 上帝与我们同在了 已经同在了 弥赛亚来了 今天我们的华人也可以说天人合一了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耶稣是犹太人 那我们是华人 我怎么靠他呢 我们必须要跨略这个民族主义的障碍 耶稣基督是全世界古往今来 所有人类的救主 我们的上帝是所有全世界各方各族的人的创造主 我们都从一本而来 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 好 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先看18到20节 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这段经文很清楚的 把当时的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写到降生 我这里也简单的补述 我们常用的圣经是和和本圣经 而和和本圣经呢 是一群外国的宣教士来到了中国学中文 来学习我们的文化 他们学习到一定的程度 非常的深度哦 然后用我们的语言翻译的圣经 所以我们叫和和本 是一群宣教士 他们共同的翻译 而且拿捏的非常的准确 在这一节里面 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降生 这两个字降生打一下夸号 降生的是记在下面 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降生呢 原来在我们教会界常常有一个误称 我们说是圣诞节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耶稣基督的这个出生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准确的去探究 可能主耶稣的降生 是比他的诞生更准确的 但是因为教会已经用习惯了 一直讲圣诞节 圣诞节 那我们就圣诞节下去了 但是我想有这个机会 我们稍微还原 应该准确的用语 那有些华人的场合 我们讲耶诞节 其实那也不太准确的 因为我们就用耶稣的耶 可是耶稣不姓耶嘛 所以我们也尽量不用耶诞节 耶稣的名为圣 圣这个字是对的 那至于诞生 为什么我要提出诞生 比较不是那么的准确 可以像降生讲的那么清楚 因为诞生的但在中文字上面 它是从无到有的 那我的出生 我会讲我什么时候诞生的 因为在过去之前 我是不存在的 然后之后我诞生了 因为基督信仰 没有轮回的概念的 那是人当然是诞生 可是对耶稣来讲 他不是从无到有 耶稣基督是从天父那里 从天上 道成肉身 降生在世上的 所以经文就写的很准确 耶稣基督 降生的事 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当然有时候要全华人教会 甚至整个的华人的用语 改成耶稣的降生 讲圣降日 或者耶稣降生日 比较不容易 那我们也许还会将错就错 继续使用的圣诞节 但不要用耶诞节 用圣诞节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 耶稣是降生 而不只是诞生而已 降生是讲他从上到下 从天上到地上 的那个爱的过程 所以我们就了解了 这里的降生 他的一个含义 那道成肉身 道指的是指耶稣的神性 肉身指的是耶稣 他的人性 所以他是完全的神 是完神的人 在我们的上一讲 我们有稍微提到 这个部分 耶稣是神人恶性的那一位 这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信耶稣久了 我们常常只接受他的神性 却刻意的不提他的人性 或者就是整个的不讲他的人性 甚至就偏差到只有他的神性 这是不对的 那也有一派 我们就新派 他们就不接受耶稣的神性 他们只接受耶稣的人性 至于他的受难 那是伟大的情操 但是人死了怎么会复生呢 所以他们就不接受耶稣的复活 也有新派的基督徒是这样想的 但我们既然做基督徒 我们就要准确 圣经怎么说 我就怎么信 既然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 当然就有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的神人恶性的部分 好 这是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讲到耶稣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上帝三位体的第二位格 他也的确是以人的一个身份 在地上三十三年半 他有他人性的部分 是我们要清楚的 所以讲到耶稣的降生 这是非常准确的说法 那所以我不能说 我某某人是降生是什么时候 没有人这样讲的 可是同样的用在耶稣身上 也尽量不要用耶稣的诞生 是稍微不准确的 我们用道成肉身的降生 这个降生是准确的 那这段经文 我们就看到是圣灵的怀孕 有什么问题呢 神是创造者啊 既然神是创造者 那当然他可以透过圣灵的怀孕 有时候人限制于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自己的理性 限制于我们在历史法则当中 对人的出身有了一定的限制 我们再复习一下 在上一讲 我们就有提到耶稣家谷当中 讲到人的四种来源 因为一般人 甚至我们基督徒都可能还会有误会 人就是从父母而生的嘛 有男有女嘛 可是从圣经看 人有四种来源的 上次我们讲到 亚当就没有从父母而来啊 他是上帝直接创造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亚当 他是完全的人 夏娃是从男人而出的 肋骨而出的 所以是从男不从女的 那耶稣呢 是从女不从男的 但是他们三个都是唯一性 独特性 是不可重复的 那至于其他 古往进来所有的人 都是从父母而生 只有亚当 夏娃 跟耶稣 三个是独特的一个创造 但也是完全的人 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福音朋友 牧道朋友 对我们提出一些善意的疑问 耶稣基督 怎么可能同真女怀孕呢 他没有从 这个爸爸那边 怎么会生耶稣呢 好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圣经的装备 来跟我们这些 牧道的福音朋友 准确的讲解 好 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 讲到耶稣名指的由来 今天我的名指 我父母取的 或我的祖先 祖父祖母那一辈 或者跟我们家族非常渊源的人 来命名的 甚至有排辈分的 每一个人的名指 其实都是一段故事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名指 是很特别的 耶稣的名指 居然不是约瑟玛利亚亲自取的耶 耶稣的名指 居然是天父 透过天使 来告诉约瑟的 在 他当时跟约瑟 透过天使跟约瑟讲说 你要给 耶稣 起名 叫耶稣 你要给他起名 叫耶稣 那其实耶稣这个名字 在当时 甚至在现代 这些天主教的地区 也都是相当普遍的 在当时 犹太人也是相当普遍的 好像我们今天讲 阿珠阿花 比较菜市场的名字一样 可是对耶稣来讲不一样 虽然当时很多人都叫耶稣 但是耶稣被赋予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 他是上帝儿子降生的 所以他有一个责任 他就是基督 有一个专有名词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常讲耶稣基督 基督耶稣 而耶稣的名字翻译成中文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很重要 这是信耶稣 不是信这个耶稣 两个没有意义的字 那个因而已 一个准确的背后的含义 是信耶稣 就是信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这是耶稣的名字 这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记号 我们信耶稣 不是因为他赐福我一帆风顺 所以我信靠他 不是因为信耶稣 让我发财 不是信耶稣 我身体健康 不是因为信耶稣 我家庭美满 当然有这些感谢主 但是信耶稣不保证 这些都会成就 信耶稣只有一个保证 就是他要将我 从我的罪里面救出来 使我得救 这是上帝最在乎的一件事 当然我刚刚讲到 耶稣的名字 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其实旧约里面的约书亚 其实也就是 的约书 只是当时我们 到新约我们没有翻成约书亚 我们翻成约书 就是有这个含义 约西亚也是 甚至你到 假设你到菲律宾旅游 你大声喊 Jesus 很多人回头的 但是这些名字 都是他父母的期待 但是只有我们圣经中的耶稣 他是基督 是救世主 是弥赛亚 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翻译 基督是希腊文的翻译 翻成中文就叫救世主 这里我也简单再讲一下 有时候我们用耶稣基督 有时候看到经文基督耶稣 差别在哪里呢 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基督 耶稣摆在前面 基督摆在后面 这常常指的是 比较强 经文上会强调耶稣的人性的部分 如果把基督放前面 耶稣放后面 比较在那段经文 强调耶稣的神性 但不管如何 耶稣是基督 基督是耶稣 或我们常讲 主耶稣基督 救主耶稣基督 好 所以呢 对这位耶稣来讲 就是那位基督 而这个名字耶稣 是天父亲自取的 透过天使告诉了约瑟 所以我们对耶稣的名字 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不是无意义的因 当然耶稣基督 是我们中文的翻译 但是他背后的含义 是他要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是今天我们在上这一堂课 我们在这里 这一讲当中 很重要的 一个弟兄姐妹 要知道的部分 好 所以我信耶稣代表什么呢 是他要将我 从罪恶里救出来 信耶稣 当然我们也可以跟神祷告 主啊 我最近身体不好 我感冒 主啊 我要开刀 主啊 我最近事业 主啊 我的财务危机 主啊 我有好多的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透过祷告 主权在神 但是神把祷告的权柄 给了我们 但今天我们信耶稣 上帝一个很重要的保证 就是他要将我 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亲爱的好朋友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信耶稣吗 我们真的认罪悔改 我们真的是接受他 成为我们的救主吗 这叫信耶稣 好 所以信耶稣 刚刚讲 从来没有保证其他的部分 只有罪得赦免 是耶稣基督的保证 那圣经讲 信耶稣罪得赦免 信耶稣一定得永生 有时候会说 像我这么坏的人 我做过多少不好的事 我都难以开口 我怎么信耶稣呢 有时候我觉得你看 我抽烟喝酒 哇各种坏习惯 我以前 怎样子呢 那个糟蹋自己 在罪中沉沦 我怎么信耶稣呢 但是各位好朋友 我也必须要说 上帝 不怕我们的罪 多大 多硬 多臭的 我们的主子 担心我们不悔改 只要我们愿意 认罪悔改 再大的罪 神都能赦免 再硬的罪 神都融化 再臭的罪 都要成为 新香之气 成为对上帝 敬拜的献祭 真的是这个样子 没有一个罪 是神不能赦免的 没有一个罪 是硬到 神无法化解的 爱 是胜过死亡的力量 有时候我们觉得 死亡是全世界 最大的力量 一切都被吞吃掉 但神的爱 是把死亡吞吃的 一种生命力量 所以我们讲到 说耶稣死后复活 那我们讲到人 人这个所谓的死亡 基督人的死亡 是被死亡吞吃的死亡 可是耶稣基督受难的死亡 跟人的死亡不一样 耶稣基督的死亡 是他在十字架上 得胜之后 吞吃掉那个死亡的死亡 所以亲爱的好朋友 弟兄姐妹 你可以做一个区分吗 我们在最终的死亡 是被死亡吞吃的死亡 而耶稣基督 十架受难的死亡 是吞吃掉死亡的死亡 所以死我们重生 死我们得救 所以圣经里面讲 信耶稣罪一定得赦免 再大的罪 再臭的罪 再硬的罪 主都可以赦免 信耶稣一定得永生 好 这是神给我们浩大的恩典 所以信耶稣 就是他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句话 耶稣的名字 你一定要知道的 那另外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也小心不要传偏了 不要我们把耶稣基督 没说过的 没做过的 没有保证过的 传出去 有时候我们看到 一些弟兄者 姐妹可能不知者无罪 但是我们知道的要留意 不是什么事情 都可以奉主的名宣告 那个宣告的意思是说 主挂保证的 主保证了 有时候我们探访病人 这是一个病危的病人 奉主的名宣告他活起来 他病马上好 癌症的完全消灭掉 我们不是这样子的 除非很清楚有神的医治 不然我们只是求主 主权在神 虽然我们的主是医治之主 但是我们在祷告中求他 主若许可 所以我们的祷告 要很准确的 传福音也不要传偏调了 那第三大段我们讲到 人要称他的门为 以马内利 刚刚我讲到 华人一直在期待 天能合一的境界 但感谢主 两千年前 同真女玛利亚 所怀的孕 圣灵的感孕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今天我们华人 可以天能合一了 要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救主 所以我们信耶稣 不单单自己生命得拯救 我们也盼望 因着耶稣基督 他道的肉 来到世上 我们华人文化也被成全了 等于文化的基督化 所以我把 以马内利 刻意的用我们华人文化 与哲学的思想翻译成 天能合一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 也盼望我们的华人文化 可以快快的归主为圣 被成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得到这以马内利 天能合一的生命吗 这就是福音的本质 好 那我想今天的金句也跟大家分享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思想跟祷告 道成肉身是上帝救恩的奥秘 我们越思想就越献上感恩 不要认为道成肉身 我都懂了 就这四个字嘛 但是每次的思想 都有不同属灵深度的得着 盼望我们对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 常常去默想他 白天默想 晚上默想 成为我们生命灵阳的供应 因为圣灵也会在我们当中 做感动 做运行的工作 引导我们进入 耶稣基督一切的真理 愿上帝赐福您 盼望今天的这一讲 道成肉身 对您有很大的帮助 愿上帝与你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